高丽菜 豆皮等丰富配料 在大砂锅内翻搅烹煮 嘉义市知名砂锅鱼头店 开店前先准备食材 前方已经有民众大排长龙 顾客等不及 忍不住上前询问 店家还是得请大家先等等 美食魅力无法挡 业者却自爆 接到顾客的抱怨电话 客人买错了 还是在网路买错了 然后他们东西吃起来不一样 他们就会来往这边客树 毕竹就会骂了 你这个一来一退步 煮那么多人一煮一来吃 那是总店 总店 所以你们都已经来这边买 对对固定 你看我都来这边买 这么多还来这边台车走 我常在买 无缘无故被骂 追根就底才知道 原来买的砂锅鱼头 根本不是自家买的 章话店家挂出招牌 聪明两个字很显眼 来到台中 也有砂锅鱼头业者高挂聪明招牌 嘉义街头 也有童业的招牌 出现聪明两个字 你聪明我聪明 结果大家都变聪明 不是姓林的才好吃的 别家也有好吃的 希望他信胸宽敞一点 嘉义民店强调 自家砂锅鱼头别无分号 童业反抢 让顾客多一种选择 嘉义在地美食民店 民生响亮 韬客指名购买 意外掀起 谁正统 谁山寨 不同论断 三连新闻 廖国宋 欧宇文 载易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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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